大家好,我是阿龙 今天想想一下 有很多粉丝 问我 这个蜜蜂不是要讲卫的话 可不可以 那我今天就跟他 跟你们解释一下 那个蜂蜂 大概十天 那个蜂蜂进入 高翁产卵 如果蜜蜂不讲卫 他是 他是平时的时候 虽然蜂蜂里面有蜜 但那个蜂蜂可能 一天可能产几十个卵 甚至三四天才加起来 产一百个卵 如果 讲卫的蜂蜂跟不讲卫的蜂蜂 有什么 不同之处呢 讲卫的蜂蜂 假如春节过后十天 蜂蜂进入高翁产卵 蜂蜂甚至一天 可以产一千个卵 如果你蜂蜂 如果你不讲卫 他是虽然蜂蜂里面有蜜 但蜂蜂一天也是产几十个卵 也一百个 甚至一百个都没有 假如 还有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讲卫的时候蜂蜂 会进入高翁产卵 不讲卫的话蜂蜂就不会进入高翁产卵 讲卫的话意味着 外面有蜜蜂蜂 那个蜂蜂以外外面是有蜜蜜 所以蜂蜂 高十倍 所以呢 这个蜂蜂里面很多蜂蜂 你平时大流蜜蜂的时候 你们检查蜂蜂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这个蜂蜂在摇屁股 左摆右摆左摆右摆 它就是挖出一个这种信号去给蜂蜂蜂蜂 假如外面没有蜜蜂的话 蜂蜂是绝不会高翁产卵 好像有些人 蜂蜂里面有五六斤蜜蜂 哪怕有十斤蜂蜂蜂 哪怕再多一百斤蜂蜂蜂蜂 在蜂蜂里面 蜂蜂也不会进入高翁产卵 由于外面没有蜜蜂蜂 蜂蜂是绝对不会高翁产卵 所以一般我们大概 两到三天 蜂蜂半斤 如果有蜜蜂的话 建议大家用蜜蜂 用白糖肯定是不行 如果白糖 用蜜蜂蜂都可以 不是说不行 都可以 就算蜂蜂会不会影响蜜蜂的脂肪 因为现在这个春晚的时候 外面是没有蜜蜂蜂 就算有蜜蜂也不多 所以到时候 我们等待蜜蜂 挖开的时候 把蒋卫过的蜂蜂 进行清堂底 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 叫清堂底 因为我现在外面没有蜜蜜 我只要 找到三月蜂 有一个大流蜜 那我现在的蜂蜂 如果不是人工出蜂 让它既然蜂蜂 说不定到了三月蜂 它还是两三匹 甚至还出现了倒退 倒退的现象 那我会想办法 在三月蜂变成长群 那只要是人工奖位 到三月蜂大流蜜 我可以清堂底 等于拿个腰蜜 把所有蜜糖全部摇出来 让它重新采过新鲜的蜜糖回来 就是可以 不会影响蜂蜜的质量 反正外面没有蜜圆 你讲不讲废 你也没有用 所以你的蜂窝里面的蜜糖 你撑不了多久 蜂蜂照样把你吃完 一张蜜蜂 假如封盖一个脂皮 大概要两斤蜜糖 出一张大脂皮 出来大概吃两到三斤蜜糖 那个公蜂 右蜂吃两到三斤蜜糖 有些人以为是这样 蜜蜂吃的两三斤蜜蜜糖 拉出来就还是蜜糖 我告诉你 润蜂 刚刚出完公蜂的话 吃的就不可能有拉出来 像你今天买了一百斤大米 吃的两个月里还有一百斤大米 哪有可能 蜜蜂吃进去就烧奥了 就没有了 是吧 养育那个肉虫 那个糖就消 就没有了 所以到了三月半的时候 蜜蜜大流蜜的时候 我们蜜蜜 或者乌兰的油菜大流蜜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摇蜜蜜 把那个飞进去的糖 全部摇过一遍出来 让蜜蜂重新采过一遍 就是不会影响蜜糖的剂量 因为有些人都以为说 在月冬或者冬天的时候 冬春的时候胃糖 胃糖会影响蜜糖的剂量 但我们养蜜蜜 胃的进去就有办法可以取得出来 是吧 就是用咬蜜机把它摇出来的话 还是比着那个蜜糖 重新采过那个蜜糖 就没有那个你胃进去的那个成分 我怀疑 反而老师的那种圆筒 我告诉你这种蜜 反而不蜜 为什么呢 上次看到我 左边那个图片的样子 左边那个图片的样子的话 你身上的是很漂亮的草蜜 但它越冬的时候 它是飞过来的 蜜糖还是蜜 飞的东西 还是储存在那个草蜜里面 就是说 因为老师风没办法清糖底 是吧 不懂我人 活方式的话 想取蜜就可以 想取蜜 取蜜就可以取 是吧 用方的摇蜜之仰 两下就全部摇出来了 是吧 所以呢 在蜜蜜的时候 不讲蜜 哪怕蜂蜜里面有100支蜜糖 蜂蜂也不会进入高蜂蜂 所以在我们这里 如果你想蜂蜂进入高蜂蜂蜂 每个三天 你讲蜜半斤 每个三天 你讲蜜半斤 那样子 蜂蜂进入高蜂蜂蜂 一大中 春节过后十来天 开始进入每天采一千个蜂蜂 一个蜂蜂 每天采一千个蜂 如果你不讲蜂蜂 那自然蜂蜂蜂 一天采三十个蜂 甚至你一天采几十个蜂 采五十个蜂 采五十个蜂 采了五十个蜂 枯发成大蜂的时候 刚好外界天气不好 煞雨阴天的时候 那个蜜蜂直接把那个幼蜂 全部拖蜂蜂掉 因为外面天气不好 是吧 没有蜜蜂蜂 蜂蜂里面的蜜糖 他又不舍得用 因为他担心 把那个蜂蜂里面的蜜糖用完了 他把自己给饿死了 他是说 保存大局的话 直接把那个幼蜂直接拖掉 有些人就说 我的幼蜂从门口来拖出来 因为那个蜜蜂觉得 外面蜜蜂不足的话 他直接废弃那个幼蜂 不要那个幼蜂 但你 美国几天讲蜜蜂蜂 他就不舍得 因为他有足够的飼料 他就直接可以养育那个幼蜂 他就不舍得拖那个幼蜂 很多幼蜂 很多人的养蜂时间长惊艳 我这里有一张这么大的幼蜂 准备封盖开来 刚好刹了几天雨 那个幼蜂全部摇掉 本来这个幼蜂就是差一点点 就全部封盖完了 封盖蜂已经多了一匹封出来 结果那一匹封的话 他没封盖完 他就全部摇掉了 本来就是说 就是上一个女人 怀孕的女人 他就是说 怀孕了八个月 他妈就准备快伤了 他也把他给 给给给给杀掉 是吧 他的原理也是一样 蜜蜂也是一样 他是没有东西的话 他就外面天气不好 阴天的话 他没有出去采花粉采蜜蜂 他就不养那个幼蟲 蜜蜂都是这样 不管是中蜂还是异蜂都是这样 所以讲卫这个绝对不可能 好像我现在讲卫了 到时候我清了糖底过来 再重新让蜜蜂采满那个蜜糖 立即挖 就算蜂蜜检测仪也检测不出来 因为那个蜜糖清了糖底以后 等于说把蜂蜂蜂蜂炸干了以后 他重新采过蜂蜂蜂回来 蜂蜂里面已经没有别的白糖 还有别的什么东西承问在里面 你已经把它摇出来了 已经摇出来了 重新采过 任何现在我们在中国里面 包括全世界蜜蜂出玩都是人工奖位 为蜂蜂蜂 为蜜糖 有时候没有蜜糖 就拿点白糖 加点蜜糖 这样 如果你不喂它 蜂蜂里面哪怕有100斤蜜蜂蜂 我说蜂蜂里面有100斤蜂蜂蜂蜂 蜂蜂蜂也不会进入高风产产 蜂蜂蜂蜂 最多是一人产是50个卵 560个卵 560个卵就算了 甚至这个卵一碰到了 枯发成大幼虫的时候 一发现阴天阴雨的时候 那个幼虫脱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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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 这个更加重要的问题 蜜蜂蜂有些地区 它现在是四皮蜂 如果你他只有那么 你不讲为他的几圈只有这么大 公共有两万个 封盖子只有五千个 那整室封盖子就有五千个 道理很简单 那个公共只有六十天收命 你封盖子每天每次都保持五千个 那两万个封盖子 他死掉一万个就剩下一万个 还有加了五千个封盖子 出来也是一万五一个 再上一次只有四五个千 四五千个封盖子的话 然后那个封群就慢慢的衰退了 因为一波密封 假如他有两万个公封 他还有两万个封盖子 才能维持住这一波封 不退封 等于说两万个封盖子 两万个公封 两万个公封类似的 但还有两万个封盖子 但你的波封里面两万个公封 只有五千个封盖子 那里的密封 现在四匹封 再过到三月万 可能剩下一匹封 退退成一匹封 不讲封就这个样子 外面没有东西 他不挖掌了 密封就外面没有东西 他不挖掌了 你今天晚上讲封了 明天你就提这个皮出来看一下 每一只公封都在摇摆摇摆 发出一个信号 给那个封王产卵 你都没有东西 他第一天的屁股也不摇 想见死气沉沉 封王产卵都不知产多几个 你不讲封 到了春节过后十来天 封王一天就是说 产个十个八个卵 甚至二三十个卵 是吧 跟我的讲封 我的封群 每天都可以产一千个卵 每一个幼虫的 封王产卵达到百分之百的 你那个封 你那个幼虫 虽然是产一天产几十个卵 封王产卵达到百分之五十都不到 就这样子 所以人工促完跟寄人开完没有用 如果你想寄人开完的话 不是不行 你现在把那个密封 拉到有油菜挖开的地方 可以寄人开完 寄人完之可以 油菜挖有密 但你这里当地不允许有这个条件 油菜挖你要找地方有油 有油菜挖的地方也可以 也是搬到别的地方 像那个养意大利翁 为什么他现在这么早就搬去海兰岛 他就省一个鲜料钱 他搬去海兰岛那个山玉虹开 他面积比较大的山玉虹 踩那个山玉虹的那个利基蛙 他就可以节省那个鲜料 像我们这里养工也可以 但也可以搬 我们这边也有地区有油菜挖开的 大面积的 有些游客去就观赏了 油菜你可以帮油菜挖出去玩自己就可以了 这个什么都不用喂 更加好 有省工有省西 是吧 问题当地没有这个条件 是吧 你就搞不了这个东西 是吧 所以有很多人都说 那个蜜蜂讲不讲喂 不讲喂的话 几乎是没有用的 你看我说 我的山皮翁 经过60天 然后挖长长12匹 那你山皮翁 你不喂他 我看你怎么12匹 山皮翁 山皮翁 到时候只剩下一匹 你都不错了 是吧 那他的封盖子 一天一比一天少 等于说 像中国现在人口一样 13亿人口 假如每年死掉一亿人口 那每年出来只有5000万人口 那个呢 经过不知道多少年 那个人人口就越来越少了 是吧 人也是一样 好像那个计划生育一样 中国为什么推出 放开二胎三胎 这样一样的生 是吧 如果不生的话 那就肯定越来越少了 是吧 那个 蜜蜂也是一样 跟人一样 现在为什么人家不愿意生二胎三胎 是吧 就是说钱的问题 是吧 就是说 养几个孩子又辛苦 又没有钱 是吧 又又用这么多钱来养 是吧 蜜蜂也是很 蜜蜂也是很简单的道理 是吧 他没有钱 没有东西 他身上就那么一点存款 但是又不舍得挖 是吧 所以我为什么要生二胎 要生三胎 是吧 蜂蜂产也是一样 是吧 那个公蜂挖出一个 摇屁股的信号 给那个蜂蜂产 是吧 那你都没有信号 挖给那个蜂蜂 外面都没有东西的 使气产生 那个蜂蜂 为什么有些蜂蜂 样来样去变成蛋蜂 是吧 你知道啊 长蜂变成蛋蜂 就是这个道理 是吧 因为你那个公蜂 公蜂只有六十天收命 是吧 人呢 平均年龄有八十岁 是吧 八十年 但那个公蜂就没有八十年 是吧 他只有六十天收命 这一批公蜂 拿到十二匹 六十天以后十二匹 就死光了 是吧 所以你在六十天 做命之前 快去了三十多天 或者四十天的时候 要补一批 用一批 养育一批后代 这批后代出来 取代了现代 这批老翁 是吧 等于说 现在的也是一样 靠了这年轻的人来取代 补充了 他老的去了 有些年纪大了去了 是吧 这没有新的出来 那肯定是 人口越来越少了 是吧 现在就是说 蜜蜂繁殖也是跟 那个人的计划生育一模一样 是吧 所以有很多人是 总是讲来说 我不讲废 他是怎么行 讲废的花盆 讲废的花盆 没有用了 我告诉你 是啊 那个蜜蜂呢 封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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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幼虫 封盖 你都知道 封盖 几个封盖 是吧 那个蜜蜂吃了蜜糖 才长出蜜蜡 来封盖 这个幼虫 是吧 你都没有 大量的蜜糖 还养个屁 是吧 再上还有 幼虫要吃 那个幼虫要吃蜜糖 要吃挖碗 是吧 你光有挖碗 没有用 没有蜜糖也没有用 也是玩不起来 不过 有蜜糖 没有挖碗也不行 有蜜糖 没有挖碗也不行 不过呢 外界有那个挖碗 是吧 因为那个蜜蜂啊 吃了那个挖碗 以后老虫呢 你避出一种高鹰 不计 叫做蜂蜂酱 吐给那个幼虫吃 是吧 那你没有挖碗 他吃了蜜糖 他没有蜂蜂酱 吐出来 是吧 这个大幼虫的时候 由于公蜂 是这样的 他游卵 乌华城 杀 幼虫是三天 吃三天 蜂蜂酱 然后第四第五第六天 吃三天挖碗 然后第六天 就开始封盖 吃了三天挖碗 吃三天封盖 然后再吃三天挖碗 然后就封盖 那你都没有蜜糖 公蜂吃了蜜糖 讲出蜜蜡 来封盖 就是一条幼虫 是吧 你都没有蜜糖 怎么封盖 是吧 蜂窝里面 只有仅一点存款 他也不捨得挖 是吧 像你人一样 是吧 但你都没有多少钱 你也不捨得挖 是吧 钱多了你就挖多一点 是吧 就这么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 穿完的时候 要不要员工掌位 那个是很简单 掌位到时候 我立即挖开的时候 我直接用摇密机 把那个摇密变出来 是吧 摇密变这个密 我们储存起来 到我们秋完了 然后拿来用 是吧 清了糖底那个糖 然后秋完了 然后拿来用 是吧 很简单 是吧 这个反正为什么 我这里 垂隙便 放一台风雨检测 以再地垂 垂便 任何一个科夫里面 都不可能有参加的现象 是吧 我就要你拿检测仪 或者你找那个第三弯 检测都没有 因为我的蜜糖 在玩极的时候 虽然是为了糖 但我 到的时候 我清了糖底以后 那个糖就没有了 到蜜蜂重新采过 那个蜜糖回来 等于说蜂窝里面 都是干干净净的 是吧 所以很多人都了解 不知道怎么叫清糖底 因为很多人都新手 不知道怎么叫清糖底 这几个字 是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已经到这里为止了 喜欢我的视频 过去点关注 点赞 看着吧